现代科学说一心恐怖啊 这句话有了真实证明啊 徐英老和尚 年仆里头有一段故事 过年的时候 寺庙里头也硬件慢 老和尚住毛棚 毛棚居立寺庙还有一段路 通常大概走半个钟点 有个吉里路 他到寺庙去拿一点 寺庙里面 老和尚是修禅店 虽然走着路 他的心很清净 一念不寺 大概走到半路上 遇到庙里面 两个同餐都认识 看着他们打着灯楼 这两个人说 走到面前 这两个人说 老和尚啊 天这么黑了 你怎么没有个灯啊 他这个时候天这么黑了 虚老和尚感觉到天 一下就黑下来了 啊 啊 他们又说六话的时候 他们又叫做天黑 很亮 他们大灯笼 从外面走 他都能看见 这证明 静随心转啊 他能把那个时间 黄昏的时间 止住不动 永远是那个境界 等到别人一提醒了 这境界立刻失掉了 天就暗下来了 这就是我们有爱不自在 身闻原觉菩萨这种三成人 没有证得圆满菩提 他少一分烦恼 他就得一分自在 那于是我们就明了了 修行修什么 不是经论读得很多 不是拜佛拜的很多 也不是念佛念的很多 啊 也不是打坐一天要十几个小时 不是不是这样 全在放下了 全在放下了 放下就是啊 我们的功夫不得了 就是放不下 啊 为什么放不下 没有看破 不知道一切法 跟自己的身心 都是假的 啊 啊 众愿活活活活而生了 缘具则有 缘善就无了 不了解这个四世真相 在这个里 其了 好 分别 制住 啊 其心动念 就错在此地 啊 啊 所以智慧变成烦恼 所以智慧变成烦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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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